第二项内容 实时气象海荒预报 海洋是深邃而可怕的 人们之所以畏惧海洋 是因为海洋它瞬息万变 此刻它可能是风平浪静 到了下一刻它会波涛汹涌 在中国的古代 对于大海的这样一种现象 人们不能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解释 怎么办呢 人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 说呀大海啊 它是有主宰者的 谁来主宰大海呢 是由海神来主宰的 大海上所有的变化 都是海神的喜怒哀乐而引起来的 比如说当海神心情高兴的时候 大海就会风平浪静 当海神发怒的时候 大海就会巨浪滔天 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对海神的敬畏和崇拜 但是人们在长期的航海事件中呢 也逐渐地发现 海神呢 它的喜怒哀乐 也是有规律可以把握的 也是有先兆的 比如海面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天空中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岸上的动物和植物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根据这样一些景象的变化 人们可以摸透海神的脾气 实际上这就是早期 海上天气和海况预报的缘由 当然我们说 世界上是没有神的 大海的一切变化 都是由自然界的运动而引起来的 中国古代的气象预报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 我们可以追溯到商代 在甲骨文中就有风 云 雨 霜 雪 这样一些字眼 这样的记载 那么这些记载啊 很有可能也会运用到航海当中 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了 人们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 也不断地进行天气海况预报的探索 甚至在一些诸侯国里啊 出现了专门进行天气预报的官员 比如说在沿海的吴国 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说是鱼儿撑水面 水来淹高岸 水面生清电 天宫又作变 意思就是说当鱼聚集在水面上的时候 大水就会来到了 潮就会引上来 就容易造成水灾 而当水面产生颜色的变化的时候 变成了深蓝色 那么天宫就会不作美了 就要发生变化了 就是天气要变化了 这就是根据自然界的一些变化 来实现对天气和海况的预报 到了后来 人们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这些 这个自然界的事物啊 景象变化的规律 利用这些变化呢 来预测天气 预测海况 这些变化的预测天气